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廉 歡迎收看我的神魔影片 打這個基隆已經來到第三個星期了 就打這個木基隆超級的 那用什麼隊打呢 就試試用火器啦 其實我升完之後都很少真的用過這一隊 選一隻Omas的 那這個隊伍的隊員要怎麼選呢 那其實只要有一隻火油盒 是可以用來..破防 去預防那隻基隆王去亂入 那基本上就安全的 那一開始就儲技先啦 那呢就..天降.. 是要的 不過不要緊 可以繼續儲 接著就盡量不要燒火珠啦 這裡真的要儲技 好 哎呀 在樓座 有個碟珠 那..第七turn之前呢 不是應該是Battle 7之前呢 要儲到CD12的火油其實也不算太難的 都應該儲到的 啊有這樣神天降法 沒有的 我都掉了 繼續試吧 啊 黑屬真的太容易秒殺 這裡我們看一隻火油 還有五個回合 其實可以撐一下 有大量的心珠 回血也不難 其實兩隻同CD加上多少呢 我剛剛沒留意 沒看到 2CD14000多 我突然覺得其實蠻危險 不過 希臘神隊有一個特點 就是 回復力蠻高 是因為 多了這個Extra Combo 等於半強拳 一下可以回滿血 繼續 磨 也看不到 瞄了 不過 也可以看到火油已經回來了 其實可以 開火毛一直剪下去 手殘沒轉到心珠 不過不要緊 那 羽毛意外 這隊 之後那些 100%贏 沒得輸 其實我也是習慣用光熙 大光燕 沒試過火熙帶火毛 不過現在就 見木屬石關卡 趁機會開來試一下 那個 那其實可以見到 其實我的火熙還未昇華 因為昇華0 現在這個畫面 應該看到我左邊 有一個對面的圖 那 最好就是肯定昇華了 但是 就算沒有昇華 有火毛 一向就已經好個厲害了 然後尾王技能全開 看到技能就全開了 然後怎樣轉呢 其實我左手邊有沒有轉五顆都無所謂 因為沒有星環 但是右手邊這一排就最好轉了 因為有星環4的加成 那就來吧 手殘轉床 不過不要緊啦 因為有咒師就100%傷點 看看傷害 我想像中那麼高 單隻不到100萬 有些過了100萬有些不到 那好啦這次這個 木機龍超級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也成功拿了一隻搖壁發眼 尾王都跌了卡 目標完成 拜拜 拜拜